大家好,今天來分享忍鷹入隊的流程 當我們左線撿到平洋寶這邊時 前往甘泉村會觸發一系列的劇情 近來會發現村莊近期承受馬匪騷擾 還特別重金禮聘兩位高手來幫忙 殊不知一招就被敵方打成重傷 看來是要我出馬嘛 這邊都小角色,隨便打 打完一場還要再打一場 結果老大跑了只留下三個小樓裸 主角決定先把他們關押起來 想接觸他們的情報來打幕後黑手 這時來找村長聊天 他問我們可否繼續幫助他們 因最近天水治安混亂 官府根本抽不開身就這種小村莊 但主角個人能力有限 所以村莊提出可以找附近的四肢勢力來幫忙 分別為陳家寶、平陽寶、神陰門以及蒼藍村 聊到一半時有小弟說一個女人闖入了鴨俘虜的地方 結果一去發現居然是冷鷹 但光線他彼此沒有認出來 所以只好來場友誼賽 打贏後他會給鷹爪弓的秘籍 結果打完之後冷鷹率先認出來 才發現原來冷鷹是找神陰門的叛徒訊息 誤會解開後主角表示不要殺他們隨便打拷問 冷鷹問完後就會離開 接著繼續跟村長聊 結論就是主角要跑四個地方找外援囉 剛進陳家寶就被堵在門口被迫開站 打贏後陳萬青表示不會幫忙 靠腰咧 第二帳參藍村 走到這位看到右上角有拿叉子的那個就是 他表示如果甘泉村被滅 山藍村有可能會是下一個 所以他願意出一份心力協防甘泉村 第三站 陰酬谷 這邊是唯一一站會遇到怪的地圖 就一直往右邊走到最深處 進來裡面發現神陰門一定是輕功了得的門派 過山頭居然是走繩索連橋都沒有 跟掌門聊完後得知 剛好神陰門叛徒也在馬匪當中 於是神陰門願意協防甘泉村 順便也將叛徒處理掉 最後一站 平陽寶 因為之前有做過王寶主的支線 所以他對我們非常友善 寶主的想法是怕打不贏馬匪 所以本來是不打算協助 但看到我的面子上願意協助甘泉村 接著回甘泉村就會發現他們都已經到了 大家討論後決定與其坐以待畢 不如先去探探敵方虛實 人鷹主動起鷹 主角當然不可能看他一個女孩子去啊 於是最後變成我們兩個 一起去探探敵方大本營 準備好後跟人鷹交談帶他出門囉 前往大地圖南邊的瓊山據點 一定還會發現沒什麼賊扣在手耶 再往裡面則會發現有礦工 而且是尋常軍民打扮 邊做工嘴巴也捏捏有詞 感覺很像是被操控或者是下骨 走到中段發現這邊是礦山 超多礦可以挖的 而且有人在製作兵器 看來是蓄謀已久喔 再往前走看到琳瑯滿目的兵器列在這 為何不能拿啊奇怪 再來來說應該要把武器全部都搜刮 一直到最深處看到一堆酒壇 覺得非常奇怪 酒壇散發出曼陀羅花的味道 此時有被和尚出現了 人鷹直接稱他為妖聲 看這粒會確實有點妖啊 哪個和尚這麼美啦 他要我們仔細看酒壇有什麼 結果每個酒壇都是人頭 看來開戰是無法避免的 咦為何沒有看到妖聲入城 我還想揍他咧 結果一打完人鷹帶著主角撤走 畢竟不了解對方實力嘛 合理合理 接著回甘泉村跟大家回報這件事 一進來發現他都不在 得知鷹長們收到了敵方軍情 於是趕往一線天社府 藉著帝師來阻斷敵方大軍 先去看一下官鴨的俘虜 好嘞一進屋他們全死了 從屍體傷口來看是被強大的掌力殺死 看來要隱藏兇手在附近 接著前往一線天與掌門他們會合 但卻不見要插繩 可以整頓稍微休息一下 準備好就要冷逸入隊 直接往右邊走到底 會發現他們已經等候多時 不免俗的當然還是要互相嗆聲一下 這時第一次見面的獵活使表示想跟我單挑 其實我很想講你們要不要一起上這樣比較快 第一戰獵活使想當然就是單方面虐菜的概念 單挑打輸打算打團體戰 聽到打團戰我們當然也要繞人 不可能都有在打吧 第二戰長蠻跟寶祖的助陣VS敵方全體 這會出才怪 打完後可以打到飾品頭盔圖子 刀法二世及光明星法 結束後要插繩出現的剛剛好 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結果從對話才發現原來他就是神音派要找的叛徒 看來boss一開始就在我們身邊 第三戰喇媽戰 奇怪要插繩自己不打派對小羅羅是哪招 原來他是想在戰鬥中找破綻丟暗器 王寶祖也太感人了吧 居然幫陰掌門擋暗器 聊到一半時覆頁冥王出現了 他居然沒帶任何一個人隻身來抓人 不知道還以為他是主角咧 第四戰要插繩之戰 這戰非常重要 這戰打完後會得到二品邪圖子 不動冥王槍法彈指神通絕招 其中彈指神通是暗器的最強絕招 可在敵方四格範圍內來回彈跳 乘數滿可以彈跳九次 第一個目標傷害加50% 彈跳最低傷害40% 機率免疫暗器傷害並為自身施放buff 武功展示 敵方boss原本是一萬滴血 彈一彈變5000 然後旁邊小怪全死 打贏藥插繩後 又是一個犧牲自己小弟的劇情 敵罪神立馬追過去 我們怎麼可能讓敵罪一個人追 看方向應該是往苦水村那逃 一進村莊藥插繩已經倒在地上 看傷口並非外力所傷 像是走火入魔 附近沒看到敵罪生 只好先回憶現天回報狀況 得知剛剛投降的兩個喇媽也都暴斃而亡 使用玄火神誕的附作業也太扯了吧 至此甘全村的任務全部解完 可惜王寶主在此一犧牲了 鷹掌門表示願意我成為好友 並說下次有空一定要去找他 隨後帶著忍英離開了 二話不說立馬前往神鷹門 一進來忍英就說再不來 掌門就要送信請我來了 韓仙起居發現忍英已經把餘孽全部清除完畢 而掌門找我來居然是要找我PK 掌門表示他會出權力要我不要手下留情 這麼直接的嗎 打贏後可以得到血和神劍心法 又可以來增加全隊員的經脈了 門主打出也沒生氣 反而一直誇我好本事 並表示想追蹤玄火教後續動靜 無奈門派離玄火教太遠 所以想將忍英放在我身邊引力情報的收集 最後會送我神英門正派輕功 鬼影幽冥大法 以及正派絕招 拧血神爪 輕功展示 這是我目前學到可以順便攻擊的輕功 而且順掛了後還可以繼續攻擊 很強耶 絕招展示 血爪還蠻帥的 以上為忍英入隊全攻略 忍英也算是眾多隊友裡面入隊非常麻煩的 但強力推薦一定要解 因為可以順便拿一堆武功秘笈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風 我們下次見